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在澳洲签证类别系列 我是ABC留学移民的凯 澳洲的边境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了 最近很多朋友问我们 澳洲绿卡或者公民想要在疫情期间回国该怎么申请 我们都知道目前如果你想出去或者进来都需要申请豁免 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理由 可以让你成功申请到出境的豁免 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有三个理由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生意 许多华人的确在国内还有生意 在申请的时候提供工商执照注册文件 如果你在澳洲不是常居 那么就提供出入境证明机票 国内的房产证明来证明你是长期居住在中国国内的 如果你的生意需要你回去签字 或者一定需要本人出面去处理相关的事情 也最好提供书面的解释 基本上生意方面的豁免都是能够成功的 排行榜的第二名是如果你在国内可以让公司出雇佣合同 也是可行的 证明你受雇于国内的公司需要马上回国上任 排行榜的第三名是回国照料生病的近亲 需要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 远亲的话就不行了 需要国内医院出具信函证明病人的疾病和现状 一般感冒发烧这种肯定是不会批的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理由还有一些 比如说从事日常进出货物人员参加葬礼 准备海外的学习等等 就是要有一个让人幸福的理由 并且要在海外待满至少三个月 目前申请上去以后的三天以内就会有消息 如果申请失败了 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是ABC留学移民的凯 我们下期见 拜拜